我們很希望大家 各位九龍東的居民 在我後面的聖民德堂 就是這一個的票站 我們很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票站投票 因為真是一票不能少 在我後面的聖民德堂 其實有超過20個工會 和學生組織 有一個罷工罷貨的公投 希望大家經過的時候 可以來我們街站這裏 是去拿一份單張 亦都可以記得 在今天是去到票站 我們很希望有大家幫忙 是去累積民意 聚沙城塔 只要你是學生 你拿一張身份證 就可以進去票站投票 如果你是打工子女的話 你是公會的會員 就可以去到我們這個聖民德堂 這個九龍東的票站那裏 做一個表態 希望大家經過的時候 可以拿份單張了解一下 我是黃之鋒 在這裏呼籲大家 是去到票站投票 聖民德堂的這個票站 今天都是會持續開放的 希望大家經過的時候 是來我們票站這裏 是去投票 因為無論你是打工仔 還是你是學生 今天其實都有很多的工會 以致到學生組織 是去策動這個公投 希望大家經過的時候 是過來拿份單張 亦都可以呢 是入到票站投票 我們很希望各位的朋友 是可以在今天呢 是去累積民意 成為一個鮮明的表態 希望各位打工子女 各位學生 入到我後面 性民不堂的票站投票 各位香港人 大家好 我是黃之鋒 在這呼籲各位九龍東的居民 可以去到今天這個罷工 罷課 反國安法公投的大型街站 去到我後面 九龍東最大的票站 性民得堂 是進行一個投票表態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都知道 在面對著國安法壓警的狀況之下 政權的清算是持續不斷的 而我們今天是在九龍東 有一個最大的票站 就是在性民得堂 是可以給大家 藉著一個公投的公民投票方式 去決定未來反國安法怎樣策動罷工罷課 很希望各位工會的朋友 各位加入了工會 或者是打工仔 亦都可以去到票站裏面 是做一個票帶 今天我們很希望各位的朋友 是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這個性民得堂的後面位置 的票站是會持續開放 希望大家經過的時候拿份單張 亦都可以去到票站那裏 關注一下 我是黃之鋒 今天在這裏呼籲各位九龍東的居民 入到九龍東最大的票站 性民得堂 是就住這個國安法 進行一個公民投票的表態 只要你是打工仔 或者是學生 拿了學生席 或者是成為公會會員 你就可以入到票站 有一個清晰、鮮明的投票 希望大家經過的時候 可以來到我們的票站這裏 是去到性民得堂那裏 呼籲大家 是就著反國安法的抗爭 進行一個鮮明的表態 希望大家經過的時候 可以過來去拿份單張 亦都可以了解一下我們的動向 各位香港人 大家好 各位九龍東的居民 在我後面的位置 可能大家未必知道 但其實就是這個 罷工罷缽反國安法公投的聯合票站 希望各位打工仔女 可以去到後面的位置 尤其是九龍東的居民 沒錯 在我旁邊的性民得堂 就已經是九龍東最大的票站 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票站 著一個鮮明的表態 就著國安法殺到來香港 剿滅一國兩制 我們很需要有大家幫忙 希望各位九龍東居民 各位香港人 無論你住哪裏 但後面的位置 就已經是我們大型票站 希望大家可以來我們票站這裏 去參與其中 一起量化民意反國安法 希望大家可以去做更多的參與 我是黃之鋒 希望各位香港人 各位九龍東的居民 是可以去到聖民得堂的位置那裏 去投票表態 我們很需要有大家的關注 希望大家經過的時候 可以拿份單張 亦都可以去到票站投票 我們很希望各位打工仔女 各位學生 現在我們面對著國安惡法 我們更加需要有大家的幫忙 希望大家經過的時候 去拿份單張 亦都可以去到票站投票 我是黃之鋒 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票站 是用你的一條 是表明我們去反抗的權 去進行公民投票的決心 是的 我就開始了 我是中學生行動投給平台發言人鄭家朗 先總結一下上午的票站運作情況 我們都去到這麼多個票站去巡視過 都見到7個票站都是運作正常的 而且有一些票站是出現人龍的情況 而我們都處理了當中人龍的問題 令到學生能夠去盡快投票的 而我們都留意到有一些票站 是相對少一些人去投票的 所以我們都呼籲同學 如果想去投票的話 盡快參與投票 以避免高峰的時期的投票人數 同時都可以去人流較少的票站 包括土瓜環等的票站 去參與投票的 我先講講上午的數字 我們現在所收集到的實體票的數字 是1100票的 那就是中學生的票數來的 我們的期望就是有5000個的實體票 所以距離我們的目標 是還有4000個票數的差距 但是因為其實上午有很多同學都會進行補課 甚至有很多同學都會比較遲去活動 所以我們都是可預計這個情況 但是這次的公投真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這次的公投是同時間決定了 我們罷課運動的未來 甚至學生未來怎樣應對這個國安法和打壓 所以我們期望學生能夠珍惜這次的機會 出來參與投票 距離投票完結的時間還有5個小時 其實時間不是剩下很多 所以希望每一個人除了投票之外 可以再做多一步 就是去身邊的朋友一起參與這個實體公投的 而同時間我們的網上公投都是會繼續的 在今晚我們就會一拼去公佈這個數字 而我們都是鼓勵同學先參與實體的公投 因為實體的公投才能夠驗證到同學的身份 就著其實我們今天看到有警方黑警在這個票站門口去威嚇學生 我們是譴責警方的這些行為的 其實公投並沒有在這個基本法裡面禁止的 甚至學生參與公投既不違法又和平 不涉及暴力的時候 連一個禁和平的表達方式都已經可以被警方處處阻撓的時候 那究竟這個政府怎樣說服大家 未來港版國安法立的時候 還有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的空間 還是其實這條港版國安法已經是大石砸死蟹 我們相信我們公投這個行動 是仍然有能力去扭轉現在的這個局面 所以我們期望學生是真真正正 用你們手上的一票 用你們實實在在的行動 告訴政府聽 告訴中共 學生是絕不屈服的 多謝大家 接下來有請香港私留的Ivan同學 我和Micky 即清關的Micky同學 讓我講講剛才同學的反應 其實我們可以見到同學的反應都非常之熱烈的 在節節早上 其實我們已經在兩個街站裡面 已經出現人龍的情況 其實我們可以見到同學之間 都是非常之活躍去投票的 我們也可以預示到 因為比較下午的時候 是比較少要上學的同學 同學放了學之後 也可以來到我們票站的投票 所以其實我們對於一萬票 一萬個投票是非常之樂觀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因為這一萬票而滿意 我在這裡再次呼籲更加多的同學出來投票 去增大我們的投票數量 去藉此增加我們的民意授權和公信力 亦都告訴中共 我們是堅決反對這條國安法的 有請以清關 我是青年政治關注組的Micky 其實我們見到早上在這裡的票站 都見到會有警察會在附近 有人駕駛警車巡邏 雖然到現在其實警方或者黑警 都未開始騷擾我們的票站 但我們都很難去保證 這些情況會繼續 好像那些票站都運了得十分之巡相 亦都有可能會受到警方的騷擾 所以希望各位同學都不要害怕這些 警方的騷擾 或者是一些未來的威脅 即使去面對強權之下 都希望你們可以出來投票 去實體投票 因為其實你們今天出來投的票 其實很影響我們之後的罷課的意向 和罷課的情況 所以都很希望你們如果可以的話 都可以盡量不要網上投票 就可以去到我們各個票站投票的 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好 我是社政工會的理事長 鄭興琦 我們截至1點左右 我們23個工會收到的實體票是超過2000票 我們看到每一個小時的投票數字都是上升的 而部分票站 部分攤位是出現有人龍的情況 亦都見到有很多市民 其實根本是未入工會 他們會即場跟他們的行業 即時加入工會 參與這個公投 亦都是部分的判斷出現了人龍的情況 那這裡我需要多謝各位勇敢走出來投票的打工仔 都不怕警方不同的形式 政府不同的形式 甚至說中國政府不同的形式的威嚇 都堅持走出來的各位打工仔 這裏我需要重新說 我們這次的一個聯合公投 是需要達到至少6萬票 總票數超過六成 而當中參與工會的數目裏面有八成 是同意繼續進行工業行動的 我們才會繼續下去 所以在這裏呼籲各位香港市民 如果你覺得不可以這樣再吞聲 引氣 接受打壓的時候 希望各位趁著這個時間 勇敢走出來 我們投票是去到8點鐘 希望大家繼續參與這個罷工公投 多謝 好 大家好 我是香港酒店公會的主席徐考黎 那補充回剛才一點 一個6萬的援欄 那其實這個是我們計算過 大概5%的行業的覆蓋率 那如果我們連這個數都達不到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一個認受性的工業行動 那所以6萬這個數是非常之重要的 也都在這一刻 我們還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們可以多點站出來 盡快去做這個公投 去支持我們這個行動 那對於未投票的人 我有以下的話想跟大家說 你們有沒有想過 用公投是可以陷動這個極權呢 在過去這一年 香港人展現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的團結能力 在街頭 到機場 到商場 到山頂 到食店 到國際 香港人有著千變萬化的抗爭手段 去凝聚我們手足的力量 但我們的民意已經夠了 我們集氣都已經集了很久了 我們再維持舊友的行動方式 都只是不斷鞏固我們對極權的憤慨和失望 單純的情感表達 而缺乏反抗的行動 帶來的只是無力感 更進一步令人產生不知怎樣反抗的想法 更進一步令我們抬慢於抗爭 這一刻 我們要的是進攻 現在的手足 我希望大家要想的是鞏固我們對政權堅決反抗的心態 做就一個進攻的勢頭 給所有手足一起重現反抗的決心 要反抗 就要對準政權 要政權失敗 就要有充分的民意 對家建制分子 早前用所謂三百萬的聯署 就是對外宣稱 這個香港政府 都還有接近一半的民意去支持它 我們手足的回饋 必然是圍牢 去取笑對家 做數 但是 這些不能夠量化成為數據的意識形態 怎樣可以說服到人呢 今次的公投 就是一個反制行動 今次的公投 更加是一個進攻 用法定的組織和實名制 一人一票去反極權 記住 我們今日投的票 不單止是反國安法 更加是反這個極權 你們有沒有想過 你今天出來投票 就是推翻這個政權的正當性 每一次國務院 港澳辦 和政府班官出來 針對的是我們今次公投這個行為 是今次公投這個行為 我們有一萬個公會的會員 接近一萬個 就算成功 我們都是六萬人 和對家三百萬人聯署 參天共地 為甚麼他們這個星期 每天都要譴責我們 說公投沒有憲制基礎 公投沒有正當性 扣我們母子 說這個公投就是港獨 因為他們害怕 他們害怕香港人 每一個真的會站出來投票 用回區議會的投票比例 大家想一下 如果近民主陣營 接近二百萬人 全部在今天都站出來投票的話 共產黨再點鬥 這次的公投未必會令這場革命立即成功 但這次的公投一定是革命的基石 亦都是革命的元素 距離越來越多的時間 五個多鐘 我期望今天 會見到 我每次發夢 都會見到手足 一起投票 用公投 陷入這個極權 多謝大家 想問一下這個票數 只有2000 其實是否遠低於二預期的進展 以及現在是否可以說是最後到香港的人 就歸佔一下 在這個時間 其實都是大家剛剛活躍的時間 其實我們希望提醒大家 在這五個小時 盡快出來做這個公投 亦都是一個非常緊急的狀態 因為時間之中不多 所以我們亦都其實是預期 比預期之中的人數是比較好的 因為我們預期早早大家都沒有這麼早活動 其實看回今早的情況 是出現人龍 甚至是要等的情況 所以我們是預期 比我們預期更加好的 我想問一下就是 現在的1000個中學生 和2000個中學生 和你們目標的數數差很遠很遠 會不會覺得現在已經不是很樂觀 可以達到目標 剛才你講到說 徐先生你講到說 已經比預期樂觀 那有沒有預期的數字是多少 那為甚麼覺得下午剩下的一半時間 就可以衝到比上次多幾十倍幾百倍的數字 我先回應了中學生的部分 因為其實事實上星期六 因為疫情的影響之下 有很多中學生都是要進行補課 去補回他們所學習的進度 所以下午是比較多學生能夠參與投票 甚至是可以親身參與實體的票站 所以我們會認為 就是越後的時間 學生出來的機會是越大的 但是當然了 就是因為其實現在這個數字 都仍然跟我們的門檻 是差一大部分的距離的 所以我們真是希望每一位中學生 能夠圍著自己的前途去站出來 因為這次很可能就是我們最後一次 在國安法立之前的一次大型的民意動員 而如果我們這班中學生 又或者是大家 每一位的學生 都沒有辦法向中共政府證明給我們看 反對國安法的決心的話 以後這些政府、政權 或者中共對於我們所做的打壓行為 只會越來越加劇 越來越嚴重 所以在我們被人欺負到想心口之際 就是我們反擊的時刻 所以希望大家 是真是可以身體力行 出來參與公投 公投就是抗爭 回應這位記者的問題 我們預期遭到的人數一定是少一點的 少過夜晚 因為大家都是常常遲些活動 所以剛剛的情況 我們都沒有預料到 所以已經是比預期好 而你問我 會不會覺得在剩下的時間 可以追到那條數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是重點 因為過往看過很多場抗爭運動 其實我們要一個行動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很有行動力 亦都是可以一呼百應 所以雖然我們還有五小時的時間 但是我相信對於這一幫 對極權非常憤慨 亦都抗爭了一年的手足來講 這個時間絕對是足夠 去動員到他們出來 去投一個票 現在這個數字 你會不會覺得是反映宣傳上 或者是推廣 或者是設置那個票站上面 是不是有做得不夠的地方 還有如果那個票數 可能與現在這個部分 未必夠多 可能全日或一萬獎 會不會其實 比建制或者是政府方面 會更加迎投國安法 大多數來支持的情況 未來的事我們預測不到 但是我想說 工會在過往的形象 就是在過往香港的文化 其實是不那麼普及的 也都面對國安法 這個這麼突如其來的打壓 其實我們是非常之短時間裏面 建造這次一個公投的機會給大家 所以我認為我們宣傳的時期是不夠的 但是我們都必須站出來 因為國安法對於香港人影響 實在是非常之大 也都是直接打擊香港的一個論制 令到我們香港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所以大家是必須 也都很迫切去需要一個行動 去表達我們的訴求 我想回應一點點就是 當然在宣傳上面是有不足的 但是其實你看到過去一星期 政權對於我們的窮追猛打是何等的劇烈 甚至是去到你會見到 楊潤雄是要出信 說要懲罰學生參與公投 其實這些都是對於學生 又或者不同的人士擺明的恐嚇 甚至是去到國務院點名 是要批評我們去搞這個公投 其實種種恐嚇的行為 事實上都是中共的一種scare tactics 就是他們的恐懼的策略 但是我們希望每一位的學生 就是看回其實支持民主 反對國安法的群眾 仍然是大多數來的 希望大家可以超越恐懼 參與公投 我們一起去扭轉這個局面 縱使現在我們好像有很多無力感 好像很多東西都沒有辦法回頭 但是民意正正就是我們最大的武器 過去為什麼要譴責我們這麼多次 正正就是因為他們最怕這個民意 能夠真正展現在人前 所以我們期望學生 能夠真正正正把握這個公投的機會 因為這個公投的機會 就是我們一次能夠動員 和能夠看得到真實人數的司機 問一下會不會有關 今早早新加入公會的人數的數目 或者去墊那個比例上的 是 是 昨天見到票數方面是全資有多少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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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加實體票的 也都有近一半的票數是新加入的成員 那 就是這樣 那我先回應一下 其實我們的1100超過的票數 全部都是實體票數來的 而網上的投票 我們會在完結了今天整個公投才會公佈的 是的 但是我們都是呼籲同學參與實體的投票 因為網上的公投 就算這個系統是做得幾完善都好 其實都不及一個人行動親自參與 來到這個票站去完成整個公投的程序 我們能夠驗證你的身份 這個程序來得重要 請你幫我Tell us us a little bit about و how Many people 3 你的警察記者但真正說我們bthe 或者實際情況是怎樣 brush 例如今 God recipe 本人魚削ο 互來難道 那些警察會不會覺得 抗爭的一班 疫情已經 咬奪或者是 已經 Harmonización 包括 C 那麼 如果這次真是不夠那麼慢的話 這樣效果的行動會很厲害 我相信在這次公投裏面 香港人是能夠展現他們的意志的 而就算這次的公投沒有辦法展現都好 未來在很多場合之中 我們都會見到香港人的身影 但這次事實上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場合 而我說其實這次是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絕對不是誇大而遲 因為你會見到國安法立法之迅速 其實甚至是史無前例的速度來的 所以我們的這個反擊行動 其實是一個展現民意的機會 也很可能是一個在國安法立之前 一次最大型的民意動員 但是你同時間是會見到 警方和政府在用不同的恐嚇的手段 你剛才問到我的街站打壓情況 其實我們之前宣傳公投的街站被人跪頸 等等這些都是威嚇 去到現在實體投票的時候 經常有警車在外面巡邏 甚至是有刁難學生去參與投票 或者恐嚇學生不去 不能夠去參與投票的一種圈圖在裡面 所以我們見到政權是有使用這些那種圈圈圈 我們見到有不同的票站都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你說是打壓學生 即是說是威嚇學生 他是不是做些甚麼事 可能都是中學生 因為其實你見到過去警方的拘捕行動 大部分都是針對學生而做的 甚至你會見到那個拘捕的數字 大部分都是中學生 所以其實當警方在不斷巡邏 甚至是守在那些票站的門口的時候 學生是有一定的恐懼存在的 哪個站有的恐懼存在的 池雲山 因為我要再回去看數字和資料 但是呢 例如池雲山和不同的票站都是有出現的 但是不只是一個票站在出現甚麼情況 油麻地我們理解都是有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我想補充多一點 剛才這位記者的問題 關於這個公投的結果 會否反映到抗爭者的心態呢 其實我覺得不必然 因為抗爭的方式其實是很多種的 我們公投其實是其中一種 也都是工會 我們一眾工會和一個中學生的組織 去嘗試很努力在這個短時間 建立出來給大家一個機會 所以就算這個公投的結果是怎樣都好 我們都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用很多的方式去做一個抗爭的一件事 不可以局限於一種行動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個人的意志 我們每一個相信的價值觀和行動都不同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最後一兩條問題 試試給其他記者問一問 是 剛剛知道一個人可以 差不多兩個工會 那會不會 他們都可以投入籤票的話 其實會否正當性上 可能有什麼問題嗎 你說學生的服務 會 以真正在對方對面 我們通常都會把會員轉換去最適當的工會 而不是叫他入了幾個工會 這個是非常微的機會 因為同時入兩個工會 你都要付出兩份成本 你要付出時間成本 留意兩個工會的運作 也都要參與很多活動 所以我相信沒有人會做這件事 亦都是加重了他的生活負擔 所以這個問題存在非常低 好 不好意思 最後一條問題 有沒有其他傳媒有問題 就是想追問那個 即是說情況打壓過的問題 例如剛剛也說到 其實在交集外面 也有些明暖的情況 我覺得戴飲或是針對學生 那些檢查是否有些人 行得不及的程度 另外也想問回 就是根據不太好事 或者一次這個工頭 就是幾個用不及的一個工具 但是如果見過 出來問候的一個人 所謂的朋友的話 三方都是一個 即是要去示威大 就是要去示威大 首先回應第一條問題 因為其實我本人去巡視票站的時間 都是非常之有限 由早上的10點到現在2點半 我們要去到7個票站 看看情況其實都是非常之困難 但是從每一個票站 學生之間和這個票站主任回報回來的情況的時候 事實上有一些警方在外面巡邏 刻意停留在我們票站的門口 去不給學生參與這個公投 類似的情況我們都會見到的 所以具體的資料可以再後補給你們 但是事實上打壓的情況是真實出現的 至於你問我擔不擔心 那個情況就是如果這次公投達不到標 究竟這個後補會是怎樣呢 我想跟大家講的就是 其實到現在這一刻 公投都未完結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預測任何的公投結果 同時間就是想告訴那位香港學生 其實大家還可以繼續來參與這個公投 公投還有5個小時 我們還有很大的能力 還有我們還有很多空間 去扭轉最後的公投結果 所以這次的公投呢 希望每一位學生都能夠真正出來的 好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想不想補償 有沒有想補償 有沒有想補償